你见过郭郭捕食吗 他的战斗力到底如何 今天我们安排 在大战开启之前 我们先来观察一下郭郭 郭郭有着六条特别强壮的腿 他的脚上有锯齿和鳞片 非常善于攀爬 他的腹部占据了身体的一大半 为他的战斗提供能量和肌肉支撑 硕大的口气 可以轻松的咬碎猎物的鳞甲 这是一只亚成年的蟋蟀 我们今天用它来测试一下郭郭的战斗力 还有捕食方式 好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 我们把蟋蟀从这个头尾孔先放进去 然后盖上盖子 蟋蟀在里面四处的跑 但是郭郭好像还没有发现它 郭郭注意到了猎物 然后它爬向了底部 慢慢的悄悄的靠近蟋蟀 然后一击致命 我们换个角度 看到没有 蟋蟀直接被郭郭咬在嘴里 郭郭也没二话 直接开始啃食 蟋蟀还有机会吗 它逃了 又被摁住了 完了完了 这蟋蟀凉了 郭郭一点机会都不给 但这音乐 我们五倍速的播放 郭郭计时的整个过程 我 有 我看见到处是阳光 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 现实寄来的像梦一样 让晚安洋洋 你的老花表还在转押 你的旧地鞋还能穿吗 这儿有一句未来太上演 也不想尝尝吗 大家看到没有 最后郭郭连掉在地上的腿 还有翅膀 都全部给吃了 真行 大家好 我是康康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一定要点赞关注我哦 你们的支持 是我创作的动力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